我们在前面的课程里面 跟各位介绍了物件的顶点 线段 多边形的编辑层级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element 元素 那什么是元素呢 老师这边先用一个 teapot的茶壶做说明 我在这边先建立一个茶壶 然后稍微增加一下它的分段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圆滑一点 你可以把它调整到适当的大小 现在我们在这边先把它转换成poly 进行编辑 因为你如果要编辑它的话 你就必须把它转成poly 不然就是帮它套用edit poly修改器 按滑鼠右键 convert to editable poly 不过在这之前 我想再帮各位复习一下 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在前面在讲这个teapot的时候 告诉各位 其实你可以特别把某一个部分的零件隐藏起来 例如说你可能会把handle 手把的部分隐藏起来 你可能会把body的部分隐藏起来 可是它总是一个完整的茶壶的模型 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做动画 想要做盖子打开 或是盖上这样的动画 那你就必须有两个物件才对 那变成说茶壶的身体是一个物件 盖子是另外一个物件 那这时候该怎么做呢 我们看一下 先把它转换成可编辑的多边形 注意看 这个地方现在本来还可以去设定 对不对 到我这边的转换成多边形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个体了 好 那我们在这边呢 你可以为它选 选择上面的顶点 或者是我可能只要选一部分的线段 或者是我可能只需要选一部分的多边形 好 那这个element就是元素 我们选择元素之后 你可以点选一下 你可以注意到这个是一个元素 茶壶的身体是一个元素 虎嘴是一个元素 手把是一个元素 然后这个盖子呢 是一个元素 所以如果说今天你可能会想说 我可不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这个手把的位置 好 当然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能把它转到一个适当的角度 你就可以只选择这个手把 然后呢 用移动工具 你看 你可以把它拆开来 或者说 你要把它塞进去一点 或者是说 可能 有一些 有一些面不要 你拆出来之后呢 你可以在这边呢 切换到编辑 多边形的模式 然后呢 你可能把一些的面 删掉 然后呢 再把它的位置再调回去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把手比较小的茶壶 壶嘴也是一样 我们在这边呢 先把它移出来 然后呢 转到一个特定的 适当的角度 把一些可能原本多余的多边形选取之后 删掉 然后呢 我们这边呢 可能再旋转一下 好 再用移动工具呢 再把它放回来 你可以做你要的一个编辑 它就只会影响到这个元素 好 OK 那好 盖子的部分 这个盖子的部分 如果你今天想要做动画 你需要把它拆出来 变成一个独立物件 怎么做 我们先选择盖子 然后 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这边先看这里好了 看看这个地方 好 我们可以把一个物件呢 把它拆出来 可以把其他的物件呢 附加进去 这个地方呢 有两个按钮 两个指令 一个叫做attach 好 附加进来 另外一个叫做detach 是把一个物件呢 分离出去 那这两个按钮呢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geometry 编辑几何物件 这里也有 这个呢 就是attach 你可以注意到它的图示 好 我们在我们这个 石墨建模工具里面 这个是attach 把其他的物件 附加进来 那如果说你要把 选取的这个物件呢 分离出去的话 就是用detach 它会变成一个独立的物件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点选 在这边点选 跟你在这边点选 是差不多的 好 我们在这边点选 detach 当你分离一个物件的时候 你必须给它一个 一个适当的名称 在3DMass里面呢 每一个物件都有一个 适当的名称 那你可以 自行命名 那我这边呢 就用预设值好了 object 001 按一下 OK 那这样就分离出去了 你分离出去之后 你会发现 你没有办法去选到它 有没有 我这边用选的 你会选不到它 为什么 因为当你在编辑 次物件的层级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选到 其他的物件 好 可以看一下 像我这边的先离开 我在旁边先画一个 随便画一个什么物件 我在旁边画一个物件 然后稍微移一下位置 移到这个地方 就放到旁边 颜色改一下 好 我们现在呢 一般的情况下 都可以选这些物件 其实这个茶壶的身体跟盖子 其实已经分开了 好 OK 那现在呢 我们如果选择茶壶 选择茶壶 选择茶壶之后 我们如果切换到这些 次物件的编辑层级 你在这边选也可以 例如说我今天呢 想要编辑顶点 一部分的顶点 或者是我想要编辑 多编习呢 或者是我想要编辑元素 element 我想要编辑元素 茶壶 你会发现呢 在这些次物件编辑模式底下 我没有办法去选到其他的物体 有没有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要选到其他的物体 包括这个弧盖也是一样 为什么 因为弧盖我们刚才已经用detach指定 把它分离出去了 现在这个弧盖呢 不叫t part 001 它叫做object 001 如果各位还有影响的话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要编辑 其他的物件的话 记得要怎么样 记得 我们要先离开 次物件的编辑模式 你可以在这边再点一下 现在呢 是在元素的编辑模式 好 那你再点一下 就离开次物件的编辑模式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选到其他的物体 了解吗 好 OK 好 这个弧盖呢 我们已经分离出去 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做一个简单的动画 那动画呢 是把这个茶壶的盖子先开来闻一下 茶的香味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做 其实我并不真正做动画 为什么 因为后面我们会讲 好 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先选取这个弧盖 接着呢 我们用旋转工具 这个 select and rotate的旋转工具 我们旋转一下 怎么会变这样呢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把这个弧盖分离出去的时候 其实它的轴心还是在哪里 看一下 我现在是选这个弧盖 结果它的轴心呢 还是哪边 还是在这个茶壶的底部 如果你们这样看的话 应该比较清楚 对不对 所以当你在旋转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了 它的轴心不是很正确 摆的位置并不是很理想的 那我们怎么办 用前面介绍的吗 切换到hierarchy 这个标签 然后我们只要编辑顶点就好了 所以我们可以按一下 affect people only 然后我们把它移上来嘛 就把它移到 用滑鼠拖曳 移到适当的位置来 你可以切换到四个仕途 然后呢 在这边呢 我们用zoom region 我就单独放大这个范围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嘛 好 然后再用移动工具呢 把它移到适当位置来 可能我就移到 杯盖中间的地方就好 你要移上来一点也可以了 移到这边也可以 或是移到这边也可以 好 好 那我们再 记得要把这个取消 好 因为现在呢 我们已经移到适当位置了 取消 接着呢 我们这边呢 来试着移动旋转看看 来放大 你看 你看移动的时候 不要选到这个茶壶 选这个壶盖 我刚刚是不是 OK 好 我刚才呢 把这个轴心移上来了 但是呢 我是移到什么 我是移到茶壶的轴心 没关系 我这边呢 再让它还原回来 按一下 Reset Pivot 让它回去就好了 好 那我现在要修改的是 这个盖子嘛 对不对 好 好 移到这个地方 保险一点的话 就切换到测试图 或是前试图 来确认一下它的位置 好 没问题嘛 对不对 好 编辑完成之后 取消 Affect Pivot Only 那我们来旋转看看 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把它拉高 拉高 然后呢 旋转看看 有没有 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 它旋转的轴心呢 就已经来到 这个壶盖的中间的位置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说 如果说你要做一些动画的话呢 轴心有时候还是需要调整的 好 OK 这个部分呢 我们先让各位看一下 那实际上呢 我们做这个 Element的次物件编辑模式 还有再做一些 像如果说我们做一些建筑模型的时候 有时候你没有办法一次把一些复杂的模型做完 你也可以用 Attach的方式 分开做 先分开做 然后再使用Attach 把它们合并成一个单一物件 这个部分 等一下 再跟各位做介绍 好 OK 待会请各位呢 先练习到这个地方 再见